黑豆是好东西,黑豆呢,号称肾之骨 黑豆的最佳服用方法呢,就是用骨法呀 用一些中药来炮制黑豆 这样呢,就会增强黑豆的药性 让黑豆骨肾的作用更强 服用法治黑豆,砍比六味地黄丸 那六味地黄丸是药,黑豆呢,是食物 黑豆自然更加安全 每天吃点,你的肾经呢,会越来越足 肾经足,寿命长 我们取五百克的黑豆 这里呀,选用熊黑豆,就是黄芯的各小的 沙苑六克,白吉里六克 石昌普六克,炒肚中六克 补骨指六克,八角六克,核桃仁六克 那如何炮制黑豆呢 首先呀,要金主药材 把除了黑豆之外的六种药材加水煎服 那记得呀,要用砂锅或者是陶瓷锅 不要用铁锅或者铝锅 因为呀,只有陶瓷或者是砂锅呢 是不带偏性 是平性的,不会影响药材的药性 铁锅是金属,会影响药性 那这两种药材泡上半个小时 然后呢,加水呀,没过药材三厘米左右 一定不要把水煎干了 因为呢,我们呢,需要的呀,就是药汁 大火烧开,文火煎煮半小时左右 然后过滤,把药汁呢,倒出来备用 然后呀,用刚煮出来的药汁泡黑豆四个小时 然后啊,再用砂锅来煮断生即可 那煮的时候呢,还要加一点盐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里面去告诉我 同志别忘了关注我